记者黄建华高雄报道,国道阿罗哈客运发生641伤车祸,客运驾驶与一名乘客声称案发时前方有轿车未开灯,一度被怀疑是酿成交通事故的可能原因之一,但桥头地检署昨天公布客运车的行车记录器确认前车有开灯,法界认为确切照是成因还有待检警深入调查厘清。 律师杨刚卢指出前车有无开车灯,怠速或后车超速,如个别有造势原因,例如影响前车后车间之行径及行车安全,得分别构成刑法上过失伤害罪则,而客运司机未从事业务之人,则另构成刑法上业务上过失伤害罪则,如致人死伤,则依照刑法加重其责任。 因刑法284条过失伤害罪,因过失伤害人者,处6月以下有期徒刑,知予亦或500元以下罚金。 至重伤者,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,知予亦或500元以下罚金。 从事业务之人,因业务上知过失伤害人者,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,知予亦或1000元以下罚金。 至重伤者,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,知予亦或2000元以下罚金。 令刑法276条业务过失至死罪,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病科3000元以下罚金。